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花莲县议会10号和花莲县政府召开了程序委员会 提案矿石井关税的议题为达成共识 11号提送到临时会上在进行审议之后 议长才是退回提案 而下午秘书长张艺华并且召开了记者会来说明 花莲县议会在10号召开第19届第15次临时会 程序委员会进行审议议程讨论 县府议法提出110年版花莲县矿石开采警官 维复特别税自治条例草案 经过三个小时马拉松的会议 议长张军才是矿石税草案予以退回县府 我们要不是表达这个我要捍卫我们花莲县议会这个招牌 不能说因为我身为议长 那我今天如果说七年以后 这个100亿要花莲县政府来管 我们直指叔叔要拿什么来管 由于突如其来的财势 花莲县政府相当的压抑 10号下午县府秘书长张艺华也召开记者会进行说明 从谢申山前县长时代 也就是经过花莲县议会正式三读通过的自治法规 所以每一次过去是每四年一届的矿石税 去年改为一年一届的议会 在议会完成三读通过之后 也依规定送财政部核备 我们非常遗憾对议长表达 支持条例有事法性的问题 花莲县议政府非常遗憾 我们必须要强调 是全花莲民众的利益重要 还是财团利益重要 请所有乡亲来主持公道 议员如果对于矿石税有所依赖的地方 我们亲自到府 亲自到府处 去说明 去拜托 希望大家以花莲县的建设为重 希望大家不要让社会福利被耽误 因为 矿石税 7月底到期8月 每慢一个月 通过立法 花莲县政府 每个月损失的矿石税 所以说是8500万 是县里的损失 所以我们很心急 但是包括我 去拜会议长 当然以议长不在家为理由 我没办法见到议长 电话也没办法 LINE已都不回 县长也有打电话给议长 我们极力极心 尽心尽力希望与议长沟通矿石税的问题 为宣民的利益跟福利 来做一切的努力 但是很遗憾 但是很遗憾今天的结果 让花莲县政府 对于未来的建设忧心忡忡 张英华表示 矿石税真实的目的 在于矿石开采行为 会造成地方生态环境诸多外部衍生的成本 就以使用者付配的原则进行征收 为了彰显取自己的地方 用自己的地方的公平正义精神 张英华表示 他还是会持续跟花莲县议会进行沟通和协商 维护花莲县财政永续发展 以保障县命的权益 记得继续花莲县